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插播一集关于我的美国家庭 夸夸我的大姑姐一家 为什么想插播这一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国内的暴雨洪水很多人受灾 其实很多明白人都知道 有一些是天灾 有一些真的是人祸 所以特别的揪心和痛心为他们祈祷 我有一些亲朋好友就住在这些受灾地区 虽然现在目前还没有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有更不好的消息 但是还是揪着一颗心 因为大灾过后 还有很多次生的灾害 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我也不想过多的分享 心里默默地祈祷 大家都平安 所以原本分享釜山之旅的下集 就推后分享了 看到这些灾情 那些失去亲人悲伤的面孔 让我感悟 我们永远不知道天灾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平安健康的我们 要更加珍惜生活中的一切美好 就有了这一集 分享我的美国家庭生活 我和我老公也是非常的有缘分 有一天我去了一位朋友家 几个人在聊天 我突然突发奇想 把手机开了一下附近的人 看了一眼就关掉了 不知道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被我现在的老公看到加了我 我特别相信上天的安排 很多事情是有因果的 我认为我的一生 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尤其是缘分 我当时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没想到当时有两个人加我 其中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我当晚回到家才看到 我也没有通过 因为那段时间正在和一位男士在聊着 见过两次了 我也不想脚踩两只船 第二天我和家里人去旅行 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人的朋友圈 虽然他发的东西不多 看他徒步 爬山 看瀑布 带着狗狗 背着看上去很重的包 我反复看他的照片 我感觉对这个人印象挺好的 他也应该是喜欢旅行的人 他这个人面相不是那种 阴沟鼻子的老外 有点接近亚洲面孔 我比较喜欢这种面相 我心想 我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吧 练练英文也是好的 万一这个人适合我呢 我就通过他了 他当时也没有理我 估计白天再上班 等我们到了地方 晚上的时候 我看手机 我发现他给我留言了 好像他很兴奋 他非常开心 我通过他了 就开始很热情的跟我聊 然后说 希望有机会跟我见面 问我在哪里 我告诉他 我大约15天以后回西雅图 他说他可以等 然后就天天和我问候聊天 非常热情主动 就这样 我回到西雅图的第二天 就和他见面了 结果一见钟情 就这样 我们开始了交往 他是70后 我是60后 他没有孩子 但是他说 他不在乎这些 他在乎的是一个好的老婆 我放上来的这几张照片呢 就是当时他朋友圈里发的照片 对 还有几张健身的照片 那我想 他应该是喜欢健身的 当时不知道 他是空手道的黑带和拳击教练 就这样 我们开始了正式交往 大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结婚了 结婚以后我才发现 实际上 我和老公的缘分 在20年前就开始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时间线 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 有那个迹象 往一起走了 至于是什么情况 我在以后的分享当中 专门做一集和老公的感情生活的分享吧 我老公第一次带我见他的家人 他爸爸 大姑姐 姐夫 陆续又见到大姑姐 两个儿子 儿媳妇 两个孙子 两个孙女 这个家庭的成员 都是我喜欢的模样 都比较高颜值 看着都非常的顺眼 前段时间 在一个外嫁女群里 群里有些人在讨论 很多老外的儿子女儿 也有啃老族 都挺大岁数了 还是住在父母的家中 啃老 因为我身边 也有几位 嫁给老外的 包括日本 英国 我也嫁了几年了 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情况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呢 我熟悉的朋友 还有我老公家的人 我了解他们是完全没有 并且不会啃老 大姑姐两个儿子 都很独立 自己的家 都打理得很好 干净整洁 大姑姐给儿子看孩子 儿子和儿媳妇会给钱 并且吃的用的 都是儿子媳妇 买好送过来 我们和公公 住在一个院子里 老公从不随便 用爸爸的东西 自己需要什么 就去买 明知道他老爸有 我说用爸爸的吧 他说那是他的 不是我们的 我老公还很孝顺 几乎天天早上 和爸爸打招呼 晚上会和爸爸聊一会儿天 然后say goodnight 才去睡觉 除了早上太早以外 他怕打扰他 其实我也是 很孝顺父母的人 我也做不到 天天和妈妈 打招呼聊天 这方面 我还是挺佩服我老公的 他可以几年如一日 我老公的家人 都是最普通的 美国上班一族 我老公和大姑姐的 两个儿子 都是当兵出身 文化程度也不高 大姑姐就是家庭妇女 但是小日子过得都很滋润 经常开着简易房车 去周边露营 我今天的背景 就是大姑姐的院子 她们今年又添置了一些东西 姐夫动手能力特别强 自己做的高菜床 院子中间新做的木制装饰墙 还有一些枯山石的造型 繁重的工作 都是姐夫利用周末时间完成 看看这个吉普车 就是姐夫买了一个废旧的架子 然后自己利用周末时间 把它组装好的 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并且她的工具房 也是非常的干净利索 我老公也有一个 这样的吉普车的架子 看来老美很多人喜欢这种 可以敞篷 她这个上面的架子 全部都可以拿下来的 这样的吉普车 我老公还没有时间完成呢 种菜 种花 收拾房间 做饭 都是大姑姐的工作 大姑姐也非常的勤快利落 任何时候到她们家 都是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菜园和果园也是作果累累 很欣赏这样的一家人 大姑姐还非常的有爱心 家里的很多家庭聚会 还有节日 都是她一手安排的 我非常庆幸 我遇到这样一个大家庭 一个非常有爱的家 虽然我不是佛教徒 我也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一直感觉 我自己就是被神恩点的人 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 感恩上天给我的一切美好的生活 也希望在这里祝愿大家 都能平安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我再放上来几张 原生的一些小片段 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家庭吧 感官方的感觉 大家在一起 你在这里 你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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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样 Ember? I say yeah I say do you want to talk to your mo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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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call her and then all she wants to do is wrestle And I'm like talk to your mom Okay Hi mommy I miss Poppy and Artemis and Shelby and Dexter I want to come back home right now But then he's going to tell me it's a Mexico Hi Yeah Yeah Good job Yeah 3 2 1 I like to eat these These are my favorite Oh Yeah It's very yummy Okay I think You want to play iPhone? I have an iPhone Cool Oh Oh